继续今天十点不一样精选 先来关注总统赖清德 今天正式就职 而两岸关系持续紧封 中共也不断加大对台武力的威吓力道 成了赖总统即将面临的最大难题 陆航 海航 空军 国军当前主力击中 用空中分裂式 向新任三军统帅赖清德 致上最敬礼 铁翼掠空的声音 却也像是提醒国人 国家安全挑战不曾间断 2024年以来 中共军机扰台频率堪称全情 反倒是520这天 国防部的官方资料显示 海峡中线以东和西南空域 都没有共机 不过过往航机 和台湾本岛的距离 越来越靠近 是既成事实 以这个4月27号为例 那这个军机 它已经到了这个 离基隆外海37海里 透过军事的一个动作 来做一个政治的一个警告 因为如果说一旦要对台湾 有所实质的动作 它不会飞得这么近 因为这么近的距离 是我们的一个航空的一个 飞弹是可以能够反制的 中国的一些动作 当然主要是针对 要否定台湾的主权地位 的一些动作 所以它当然就会尽可能的 去朝向 让台海内海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特别是惊吓水域 执法意外后 中国大陆更是捡到枪 借着扩大执法 直接否定了我国海权 僵局从事罚的2月到现在 还没降温 我们的总统大选的结果 在1月就已经揭晓了 那紧接着2月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中国渔船 违法越界捕捞 共同执法之类的 这个行之永远的默契 其实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变成到一个这个跨两岸的 然后这个有国仇家 虽然说出手的不是这个 解放军的海军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情是 已经是借由这样子一个灰色地带的 一个方式对台湾的这个执政党在施压了 过去两年多 内军事行动联合战备警局发起之前 大多伴随了过多重大事件 但不论是佩洛西访台 或是总统出访 让中共倍感刺眼的程度 大概都不及 新总统就迟 他们给予的这个弹性的空间是非常小的 可能看到很大的几率 国台办会对于这个520的这个 赖总统的演讲会表达不满 最想要听到当然是一个中国 那当然这也最不可能发生 那第二个是这个九二共识 那第三个通关密语呢 就是两岸一家亲 尽管7到9月的解放军延续高峰期 距今还有一段时间 然而中共军事行动的本质 就是会党服务 特别是捍卫不可分割的领土 和国家利益 如果是普通的不满 那有可能就是现在的这个 像这个新门的这样子的 透过灰色地带的 或者是这个执法单位的 这个压迫 那可能会持续甚至有升级 那如果是极度不满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最高升级到 就是像当初 陪洛西访台的那样实弹的 围台的这个军演 那甚至这个持续的天数 可能就会比照当时的这个情境 那前面讲到这个军舰 迫近台湾本岛 甚至这个36海里 12海里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竹城的这个压迫 也有可能在这个最不满意的 情况之下发生 国安单位和军方情间真 看来不但没有蜜月期 国际间最常引述的 2027攻台准备 时间点更在赖总统的任内 不过学者认为 油盐转战几率仍然低 2024 25年基本上我相信 习近平应该还是以国内问题 为他的主要的一个处理 尤其是今年2024年的11月 美国总统要大选 那我个人也相信 北京应该不会在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采取什么太过强硬的动作 因为这样太过强硬的动作 你只是让目前的美国的 这个两大政党候选人 都竞相去采取 对中国更为强硬的一个姿态 能确定的是 武力是两岸关系最低限度 这个常态性的军演 如果说民意还是支持的话 那当然就是赖清德 他还是会 就是有更大底细来进行反制 但是一旦呢 他如果说用更强大的 一个军事力量的话 那可能呢 这个一旦免疫 尤其是立法院 他们的一个 就是一个反弹 那可能赖清德 就会对这个在 就是在军事的一个 因应的方面 可能会有所调整 520这一天 赖总统和新团队 解放掌舵 至少为期四年的考验 这时才正式开始 第一页新闻 徐坤山领会 一月份的报道 代表北台湾 新建案市场概况的 助展风向球 六大构成项目 在三月呈现三升 一瓶二降 厂房大战持续开打 那我们现在进来 看到这间样品屋的设定 来讲话是46瓶的 那它很特别是做到了三房 然后再来是双主卧 方正的格局明亮又宽敞 将公司领域区分 符合小家庭的配置 这处位在中山区的新建案 坐落在南京东路巷弄 闹钟取静 代表北台湾 新建案市场概况的 助展风向球 在三月是呈现 三升一瓶二降的状况 对应到分数 呈现的分数是52.6分 而如果转变为灯号的话 则是代表热络的黄红灯 终止2022年12月以来 连续15个月 属于房市平稳意义的绿灯 更是2008年4月之后 睽违16年又见黄红灯 代表买气的追踪指标建案 平均成交组数 三月跳升约5.4组 相比这一年来 每周最多三组增势明显 如果说我们去看一下 16年前 在这个房市热潮 其实当时是因为 有政党轮替的因素 所以那个时候 可能建商会相对之下 比较有信心去做推案 那但是呢 目前的情况上来说的话 当然还是有这个建商 因为在去年 可能有比较多的 利空的因素 所以有延后推案 在今年去做一些表现 分当有个关键 就是新清安贷款的带动 那它带动的主要 就是一些低总价的市场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 整体的这个预售屋 他们可能现在的 销售的策略 是采取这种低自备的方案 比较能够有这种 低总价供给的 主要就是集中在 像是这个万华 然后这一个北投跟文山 所以万华北投文山 以及还有内湖 政府的政策奏效 再加上股市热 市场资金充沛 转进房市 以及0403地震 唤起民众对于居住的安全品质 都推升这股买气 特别就是要找到了 日商清水营造 是日本的五大建设公司之一 纽约的建筑师事务所 来为这个外观的整体立面 来做一个相当现代化的一个设计 在中山北路上 以前要破150万就非常困难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这件事 这个个案也跌破了大家眼镜 他也是钢股盖的 那钢股大家要知道 他相对的比较耐症 那最近也的确有这样的客人 就跑出来 因为他的房子都25年前了 那921刚好是25年前 在1999年 那那个时候的建筑法规 跟现在当然是不一样的 而市场也因为资金充裕 数据显示 溢价幅度降至一成以内 而且眼下卖方市场难见让利 也就变成不怕买贵 只怕买不到 其中又以台北市的房价最难谈 通常我们知道一些负商族群 在这个股市好的时候 他们通常获利也蛮丰厚的 所以确实有看到 有一些这个高总价的产品 在股市搭了之后 是有一些些动静 房地产 最近你股市一直在往上撑 那不管是股民或是科技产业 其实你都赚了钱 进庆租出之间 其实房地产还是最有价值的 其实我们要看的是 现在建商要拿土地 都非常的困难在台北市 拿一块完整的土地 我想这些地主都有感受到 地主其实价格也在往上拉扯 股市效益的带动 推升房地产的价格 再加上原物料上涨 也让台湾房价 很难再走回头路 可能当然也是不希望民众 他去买在太高的一个高点 然后可能去善用一些这个资源 比方说像是新清安 或是一些银行 推出一些优惠房贷的这个状况 可能可以舒缓一些 在买房上面的压力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当然还是希望民众 他可以去在这个资金上面 有自身的这些衡量性 不要说有类似像是温水煮青蛙 或者是说可能在房贷的压力上面 杠杆开太大 房市指标热落 形成抢房风暴 但推升的高房价 在未来恐怕也只能用更多的钱 来买单 TV北新闻合战黄冠伟 谢丹慈台报导 首款AI手机上市 掀起新的一波AI手机大战 那么有专家就分析 今年下半年开始 各家手机都将会有 AI功能的新突破 拿出手机随手一拍 角度没抓好 透过手指动一动就能照正 按下智慧相片功能 调水平再用AI绘图背景 或是想要移动位置 怎么移都可以 如果要跟韩国人通话 用AI即时翻译 完全没有语言障碍 今天天气如何 天气很热 他可以用一个叫语音即时翻译 讲电话的时候 那你可能要打电话去日本 去日本 那是不是用日文 那你可以用 你用中文对着手机讲 然后日本那边的人 就会听到 你讲的是日文 或讲的是韩文 那他就可以帮你完成 一个定位的动作 然后这个也都是透过 叫AI的一个机次翻译 AI手机强化了 原本需要在外购的APP 一机就能搞定 而智慧演算 已经在手机的市场中 慢慢发酵 尤其民众每天手机不离声 如何打进日常生活应用 就成为业者AI的切入领域 各界预估下半年的手机市场 将以AI为主打 像是这一支最新出的AI手机 它的功能包含像是照片 AI搜图 还有即时翻译的功能 都是消费者选购手机的重点之一 各大手机品牌 都将聚焦AI手机开发 除了上半年已经发表的 高阶旗舰机种之外 中国大陆手机品牌 下半年也将推出AI手机 苹果第三季新款iPhone 也备受期待 各界预估高阶手机 都会是AI手机 竞争就得从如何在AI功能上 做出鉴别度 手机要走高阶化这一块的话 就是其实是以AI赋能这件事情 来作为一个 可以再往高阶的方向去走的 现在像有一些中国的品牌 不管是小米 或者是像OPPO这样的品牌 他们其实也是在积极的 在发展AI的手机 但是他们也有可能会往 所谓的平价的方向去走 AI手机应该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未来的手机发展的方向 如果没有AI赋能的话 好像就会跟我们以前一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的smartphone 跟以前的这个 没有smartphone的年代的那种 手机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是 一并的都会去升级 通路业者观察 最受消费者喜爱的功能 除了照相补强之外 还有以图搜寻的功能 让不少长辈也能轻松使用 从第一款AI手机问世到现在 就在今年的二月的时候 其实在整个市场通路的反应 年对年是高度的成长 那可预期的就是消费者 从生活中的运用 譬如说像搜寻圈 譬如说像即时翻译 譬如像说搜图 现在可能大家都有一些 储存起来的十年前的相片 我可能一时忘记这是去哪里玩 其实你把那些旧的照片 你只要点把它圈起来搜寻 你就可以一下子就回到十年前 你去过哪些地方 AI手机市场延烧到手机晶片 台湾IC设计大厂端出最新 5G旗舰手机晶片天机9300 采用台积电4nm制程打造 生成式AI手机 实现多模态生成 情境感知 而且具备了不断增强的 类人能力 它需要具备四个特征 首先支持大模型的端侧部署 而且支持多模态的内容与输出 并且拥有流畅无缝的用户体验 以及自然直观的交互的方式 最后能够实现以上功能的 手机硬件的支持 生成式AI手机几年内将会快速成长 分析师分析到2027年 生成式AI手机市场规模 可以突破十一台 收机AI晶片需求持续扩大 势必掀起手机晶片市场 新激战 而现在网络交友跟使用约会软体 不再是年轻世代的专利了 像是台湾现在也有专为 首领族群打造的交友社群平台 如果碰到美丽的画面 我会拍下来 因为随时我都可以放在我的文章里面 优雅谈吐兼具气质与时尚 六十多岁的王伟华 习惯随手记录日常生活大小事 上传到首领社交APP与人分享 当初其实我要加入的时候 我女儿她们也是很担心 就知道安不安全 但是她们又很希望我加入 因为她们说我都在FB上 脸书上写东西 那她们的朋友也会看到 她们觉得有的时候有点尴尬 所以有一个这样专属于 我们这样年龄层的一个平台 她觉得很好 专属四十岁以上的交友社群平台 让长辈们可以相互分享有趣内容 同时规划纠团出游实作课程 借此结交新朋友建立首年新生活 在这个首领社群平台 可以分享生活点滴 也可以发起活动 邀请同好一起参与 而国发会的资料就显示 四十岁以上的族群 不管是在及时通讯 还是社群网站的使用率 都已经达到九成以上 他们自己会开自己的私密的社团 比如说像这个就很明显 就是想交朋友 有人在聊财经 聊分享自己的减肥记录 专为首领族群打造的交友平台 有的甚至从使用者转型成平台创作者 提供更专业更吸引人的内容 创办人林怡静推出不到三年 就累积了四万用户 有高达八成的使用者 都是四十五到五十五岁的首领女性 社会大众普遍对交友软体抱持负面观感 但临近建立的首领社群平台 跟国外的约会网站不太一样 满足多数用户认真交友的期盼 台湾文化其实对于像这样子的交友 比较没有那么开放 台湾的首领族群来讲 会比较倾向是说 我们因为有共同兴趣 共同话题 然后才慢慢地开启了 后面的交友的一些模式这样子 我觉得这里的交朋友 可能是觉得有职有量 有多文的这种朋友 那个我想我们现在这个年纪 都有家庭有孩子嘛 也不太需要交一些什么异性朋友 反而是交这些不同年龄层 我们吸收接受不同的讯息 我觉得让我们更成长 让我们觉得不要跟社会有脱离了 会有代沟 我觉得这个更重要 网络交友和约会软体 不再是年轻世代的专利 像是在欧美国家 就鼓励熟灵男女 在晚年重拾交友和约会乐趣 英国的约会网站就统计 自2022年以来 60岁以上的会员 就成长了340% 另一个美国知名网站 交友平台 50岁以上的族群 也占了26% 显示熟灵用户 已经是许多交友软体上 成长最快速的一群 欧美国家 可以大概看英语系的那几个国家 大概在十年前 交友软体就开始非常蓬勃了 然后主要也是会跟人口 高龄化也有关系 然后再来就是主要也是 大家社会越来越开放 就是比较强调是自我的价值 尤其在就是婚姻或伴侣关系里面 强调自我价值的情况下 你就会看到他们的 离婚率也慢慢慢慢攀高 那同样的 也可以看到市场上 就开始会出了蛮多 可以符合他们需求的一些平台 比如说认识新朋友 或是参加一些新的聚会这样子 首领交友的需求和市场正不断增加 资商心理师指出 许多银法族缺乏陪伴 首领交友平台正是孤单寂寞 所带来的新形态社交方式 就是他们非常害怕寂寞 因为很多人在年长的时候 都已经退休了 所以他们的生涯 比较没有一个发展事业 或其他的一个成就感的来源 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 反而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度 是越来越高的 那所以交友软体 其实是可以抚慰他们 中高临障者对网络 社群平台和智慧型手机 越来越熟悉 首领交友平台变得相当受欢迎 也让银法族在人生下半场 找到新的价值再次精彩 很多痘痘长在脸上 都会忍不住去挤 不过皮肤科医师提醒 要小心有所谓的危险三角区 很多人可能认为 痘痘一定要马上挤掉 就会快点好 再加上红红一颗 突出来的痘痘在脸上 真的对不少人来说 感到很不舒服 如果用手指挤痘痘 或用细针戳破 后果更不堪设想 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消毒不完全 还有可能引发细菌感染 造成严重蜂窝性组织炎 或是败血症 王小姐 痘痘回诊后有比较改善吗 有 最近可能还是有冒出一些新的 然后就痘在这边跟额头 对 那个位置的话 主要在下巴跟额头的地方 可能还是跟你从事 护理工作压力比较大有关 然后另外下巴痘的地方 还是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跟一些月经失调 荷尔蒙失调有关 担任护理师 黄小姐近两个月来 因生活与工作压力 比较大一点 脸部突然冒出痘痘 长在下巴和额头 洗完脸以后 化妆水上完 然后擦痘痘药 现在夏季是痘痘的高峰期 那会形成痘痘的话 比较常见的原因 主要第一个是跟 痘疮感菌的感染有关 然后另外就是 包含毛孔阻塞 皮脂腺分泌过多跟发炎 那这个皮脂腺分泌过多 也常常跟荷尔蒙失调有关 痘痘的成因其实很复杂 就是说痘痘跟你的毛囊异常 狡化跟皮脂腺分泌过多的油脂 跟细菌感染 或是细菌滋生 都有关系 那它的成因很复杂 有先天有后天 或许跟基因 也有一部分的关联性 青春痘是由错疮感菌所引起 这种细菌平常是靠 皮脂腺的脂肪酸维生 平常是不会引起严重的感染 但是这个时候 如果经过胃经 适当消毒的器械去处理 就有可能引起比较严重的 续发性的细菌感染 分泌过多的油脂 皮脂腺分泌过多 那通常可能你过度的日晒 或是饮食的关系 荷尔蒙当然也会影响 会造成这个油脂过度的分泌 脸上的T字部位 是挤痘痘的危险三角区 从眉宇间到嘴角两侧的血液 与淋巴循环分布较多 如果稍微不注意 很有可能感染 金黄色葡萄球菌党 病况严重可能会导致脑部发炎 危险三角 那指的是眼眶内侧 鼻子周围 以及嘴巴周围的区域 这些地方的细菌感染 如果经过挤压 细菌有可能经过静脉 或淋巴系统会流到脑部 脸部的血管 有很多的侧脂循环 有些会跟我们脑部的血管 有一些互相的通练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用手去乱挤 这些痘痘的话 很容易造成 很严重的细菌感染 反而顺着这个血型 跑到我们的脑部 造成更后续严重的后果 医师建议 使用75%的酒精棉片 消毒后再挤痘痘 在发炎状况较稳定 或出现浓头时 再去挤会较好 若不放心 则可向皮肤科医师咨询 事实上痘痘在急性发炎期时 医师会在局部注射消炎针 并搭配口服与外用药 快速消肿 避免乱挤痘痘行为 引起进一步发炎与感染 造成日后留下明显的痘疤 其实很多患者就手痒 看到痘痘想抠他 结果一抠他 因为手上的细菌造成了感染 所以甚至于产生蜂窝性的组织炎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确定 你有相对干净的工具 最好还是到医疗院 所以有医师来帮忙做处理 会比较适当 发炎感染 因为我们手部有细菌 皮肤也有细菌 那在脸上的话 通常比较危险的区域 主要是怕我们的感染 往我们的中速神经跑过去 造成比较严重的感染 那大致上靠近眼睛周围 T字部位这个地方 其实都是比较危险的 我们尽量不要去挤它 皮肤科医师提醒 照顾好痘痘 手要做好温和的清洁 不要用太强清洁剂 尽量选择抗痘 比较清爽的保湿乳液 饮食尽量少吃油炸 辛辣甜食 睡眠正常 不可熬夜 情绪要放松 避免斗斗 找上门 TVBS新闻 焦翰文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 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